恰循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2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戒法上的一些的问题 那么信徒问说呢 这个学佛到底要不要吃素 那么学佛虽然不一定要吃素 但是当我们学了佛了之后呢 越深入佛法 了解到呢 一切的友情呢 都非常爱护自己的生命 所以 所以 有慈悲心的一个 测发 我们自然 就会吃素 那么 信徒在问说 那这样我受持戒法 就要吃素吗 那么 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个戒法呢 是这个菩萨戒的话 那么一定要吃素 因为在菩萨戒的这个戒法里面呢 就有不识众生乐 所以呢 我们呢 受持戒法 一定要吃素 那么如果 受持五戒呢 是否一定要吃素 那么五戒呢 如果你能够吃得清净的话 学人还是勉励呢 受持五戒的这些的戒指呢 也能够吃素 那么 那么如果 我们受持戒法 没有 这个 所持清净 你还吃众生肉 那么 这些商人啊 就会说呢 是因为啊 有人 要吃众生的肉 所以呢 我才去杀害众生 我才去杀害众生 那如果 我们呢 不去吃众生肉的话 商人就不会有这个借口说 我们因为吃众生肉 所以他们才要去杀害众生 那么信徒问说 那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那可不可以呢 吃呢 这个方便素 比如说 因为工作的这种环境 那么 那么 没有呢 全素可以吃 那我吃方便素 吃豆边菜 可以吗 如果说呢 你有受持戒法 那么为了 持手 这个不食众生肉 那么因为工作的一个关系 那你呢 方便来吃素 那么如果 本身啊 这个菜里面呢 有落实的话 那你尽量呢 夹青菜 来吃 那也是一种的方便 学人 本身学佛的一个因缘 以前 二三十年前 吃素并不是很方便 那么 也是因为皈依之后 然后了解到 这个佛法 那么 也开始学习啊 吃素 但是 学校的一个环境啊 并没有专门的 这个素食的料理 所以也是啊 方便啊 吃素 有时候吃的肉边菜 然后慢慢呢 这个环境改变了 现在呢 素食业者到处都有 所以对吃素的人来讲啊 可以说呢 现在啊 越来啊 越方便了 那如果你本身工作的关系 没有办法啊 那就是说呢 吃全素 那你就方便素 也没关系 那么信徒又问说 那么我已经受到菩萨戒啊 不小心吃到昏食 那是不是呢 就破了戒法 我常带团到大陆四大名山呢 去参访 那曾经有信徒啊 学府非常虔诚 在我们台湾吃素呢 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在大陆 目前吃素呢 并不是非常的普遍 那么带去呢 餐馆 有时候是 特别这个餐馆呢 他就准备素食的这些的饭菜 来提供给信徒吃 那因为本身餐馆里面呢 他就有祖婚啊 所以 有时候工作人员 舒服 把这个 昏食啊 端到 这个素食者 的这个餐桌上 那就有信徒啊 吃到了肉食 那他对这件事情 就耿耿以怀了 认为说呢 是不是 破了戒 其实 按照戒法来讲 你 不是 有心的 要去吃众生的肉 那还不会 喂饭呢 食众生落戒 那么不小心吃到 你本身因为有惭愧心 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呢 吃到肉食 那么只要呢 择心啊 忏悔 就清净了 那么不要 因为这件事情 而耿耿以怀 但重点呢 本身 我们也要有 惭愧心 不要呢 这个 吃了之后 然后就认为说 既然我已经破戒了 那没关系 那现在呢 我就呢 好好的去吃呢 这个众生都 没关系了 有些人就有这样的一种的观念 这种观念呢 是错误 所以说 重点在意 有没有惭愧心 有没有防复心 还有没有那种防复心呢 来受持 这非常的重要 不小心吃到的话 只要你有惭愧心 那我们择心 忏悔 就清净了 那信徒又问说 那么 家里的温虫很多 那么 是否 可以杀害这些的害虫 因为我们 做一个佛弟子 本身有受持戒法 不管你说五戒 八观哉戒 菩萨戒 都有 这个不杀生戒 那不杀生戒 本身呢 我们就不能去 杀害友情的众生 那么 对于环境 有这些的害虫 这本身呢 是因为我们的 环境的关系 我们平时就要养成 把环境呢 给打扫干净 那么 对于 有虫鱼的话 我们尽量呢 把它 打扫 然后呢 倒到 我们户外去 适合他生长的一个环境 那么 你杀害他的话呢 那么还是有一些的 共业的 一种的关系 所以 所以 我们 我们要 防守 尽量 把这个 环境 整理干净 就像 登格勒 虽然这些虫鱼 对我们人体有害 那么这个 也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关系 没有 把环境呢 整理好 让呢 这些的这个 蚊虫 有他 自身的环境 所以 我们 把环境呢 整理好 尽量不要 留有这些 这个 圣女的水 那么 让这些蚊虫 有自身的这些环境 那么 信徒又问说 这个 如果怀孕 那可以堕胎吗 在我们戒法上呢 这个 这个 不杀生戒 主要的对象 是杀人 是犯了重罪 那么杀人呢 还包含 堕胎的行为 如果你已经有 述持 五戒 八观哉戒 菩萨戒 那么 就不应该 有堕胎的 这种的行为 如果已经有 硕持戒法 然后呢 有堕胎的行为 不管是 自作 叫他做 或者是 方便 种种的方法 去叫人做 这个也是会 违反 杀生的 这个重罪 那么怎么办 如果你 本身有 硕持戒法 当然站在我们 这个学戒的 防复杀戒的一个立场的话 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如果你本身没办法去锁持 这条戒的话 最好 你先把他舍掉戒法 就如同 你当兵 知道 你会去杀害敌人 如果说 你本身有受持 五戒 八观哉戒 菩萨戒 那么 知道说 我今天 会去杀害敌人 那么你知道 你会有违反 众戒的这种的因缘 那你就 先 舍掉你 受持的这个戒法 那么舍戒如何舍 只要对一个懂得 人语的在家弟子 或者是出家众 一说 就说 我今天舍掉 我所受持的这个五戒 或者是八观哉戒 那么就成为这个舍戒 那么菩萨戒呢 是有受法 没有舍法 但是 在菩萨戒里面呢 是有讲到呢 如果 你有违反 这个众戒 比如说 沙当淫望 或者是退失 菩萨戒 那么这个戒法 戒体 它本身就消失了 那么五戒 跟八观哉戒呢 它有受法 也有舍法 但 我们祖师大德呢 在勉励我们啊 受持戒法之后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持守 不要呢 常常受戒 又常常舍戒 这样子呢 我们 对于所受持的戒法呢 就没有办法 很清静地 来所持 能够升起 一切善法的功德 在戒经里面呢 比如说呢 我们受戒的时候啊 如同登这个高山一样 那么舍戒的时候 如舵高山 我们要趴一座高山 就像我们要登玉山一样 你要登上玉山呢 要爬上去呢 要花费很多时间 但是从山上跳下来呢 就瞬间而已 所以啊 受戒不容易 那么我们受持戒法呢 就要好好的来所持戒法 那么不要轻易地去舍戒 那么我们受持戒法之后呢 能够好好的来持守的话呢 就能够升起一切戒法的这些的功德利益 再来信徒又提到有关于该不该呢 放生这个问题 那么学人对于这个放生呢 认为我们现在 实在背景环境呢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环境 古代的环境 都是非常单纯 而且是属于区域性的 因为交通不发达 你从某个区域 某个县市 到某个地方 在以前呢 交通的工具 就是走路 或者是骑马 算是最快的速度了 那么现在因为交通的发达 就像我们从南部高雄要到台北 你坐高铁只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么你到世界各国呢 也只要一天的时间 那么人来人往交通发达 这个一日里面呢 可以跑好几个地方 那么由于这样子的一种的关系啊 在以前 因为呢 活动呢都是比较属于区域性的这种环境 所以看到有众生要被杀害 我们随时买了这些的有情众生 然后去野放 那么因为以前的这种区域性的环境的关系 所以底下不会有产生什么 这个负的这种的作用 那么现在因为交通的发达 那可能就要考虑到就是说呢 这个所放的这些的物种 你所放的这个地方呢 适不适合它生长跟生存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么因为时代的背景不同 所以我们在做放生的时候 我们要用智慧呢 来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佛法的这个精神呢 离不开呢 智慧跟慈悲 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呢 要有智慧来处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会处理的更圆满 那现在 有信徒 那么对于这个放生呢 也都有不同的这种的意见 那我想我们只要呢 这个有智慧呢 来处理的话 那么可以处理的更圆满 如果能够呢 大家一起吃素的话 更能够呢 把这个不杀生戒 吃素得更清净 现在整个世界啊 几乎整个这个生物链 还有生态 严重的 迫害 那这海洋里面 河流里面 很多繁殖的这些的 这些友情的 这些水族众生啊 每天被捕破 杀害的 跟我们放生 去比起来呢 那个真的是 微不足道 那么现在 我们为了 让整个 这个生态呢 又恢复这个生机啊 本身呢 这个生态上呢 它就有 一个自然的 一种的平衡的作用 但是 当我们 大量的去 补杀 水族的众生 或者是 飞行左朔 那么破坏了这个 生物的一种的 它的生长的 这个食物链 那整个 生态呢 也会 跟着改变 乃至恶化 那目前 有很多学者 针对的这个问题 在做研究 如果啊 大家能够 吃素的话呢 那么 这个生态环境 它会 变得更好 所以 不管是 佛弟子 非佛弟子 为了保护我们 这个地球 如果我们一起啊 能够呢 发心 来吃素的话 相信啊 我们这个地球啊 它会慢慢 恢复这个生计 那么今天 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 讲解到此 祝大家 业障消处 付费增长 阿弥陀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 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 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 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四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3月27日星期三 礼拜慈悲三面水菜 清明祭祖表孝道 超度祖先归净土 三昧法水洗成垢 累世冤液皆消除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3月28日星期四 三十系念超度法会 三十系念 规劝净土 彌陀怨海 等词众生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3月29日星期五 佛学讲座 即于且宴口法会 三密相应加持力 上供诸佛并下师 佛法难闻经已闻 祈愿回向生净土 上午九点半 佛学讲座 从宴口看学佛礼路 主讲人广乎法师 下午两点 余且宴口法会 恭请惠态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法会备有共品礼盒 及白米 欢迎提早登记 亲民孝亲报恩 佛教慈悲之业高雄分会 举办八观灾界 祭祖操建普师法会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 4月21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九点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恶路 472号7楼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法会设有各项 功德主项目 欢迎提前来电登记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或07-282-0278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FB佛教中山书房 古印度有一个福提国 国王名叫深王 他有四位夫人 各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大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摩 二夫人生的儿子叫罗曼 三夫人生的儿子叫婆罗陀 四夫人生的儿子叫灭愿恶 国王年纪健大 于是准备将王位传给长子罗摩 但国王非常宠爱三夫人 他对三夫人说 你想要什么 只要说出来 我都可以满足你 三夫人听了撒娇地说 真的吗 我要什么你都答应吗 国王说 当然君无戏言 好 那我要你废除罗摩 改立我们的儿子婆罗陀为太子 让他接掌王位 国王听了实在是左右为难 罗摩英勇威武 孝顺又贤能 是非常好的太子人选 没道理把他废了 但奢王一向信守承诺 该怎么办呢 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 国王终于决定废掉罗摩 该由婆罗陀接掌王位 恶王子罗曼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气愤地对罗摩说 太不公平了 你受到这种耻辱 为什么不反击夺回王位呢 罗摩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 做儿子的不能违背父亲的意识 对付自己的父母和兄弟 更是不孝和不义 罗曼听了 觉得有礼 就不再吭声 不久三王子婆罗陀奉召回国当王位 才知道国王已经驾崩 而两个哥哥已经被放逐到山山 当他知道是自己的母亲赶走两位哥哥 便生气地对他说 母亲您的做法太不正当了 败坏王室门庭 接着婆罗陀立刻亲自前往山山 接两位哥哥回宫 没想到罗摩说 我们听从父王的命令来这里 住十二年 父王生前没找我们回去 现在怎么可以随便回去呢 如果回宫 就成了违背父命的不孝子 虽然弟弟再三恳请 可是哥哥们早已拿定主意 坚决不从 婆罗陀只好跟两位哥哥 各要了一双皮靴 回到京城 他将他们的皮靴放在寓座之上 早晚对着跪拜一次 还常常派人到山里 请求他们早日回宫 罗摩和罗曼 听说弟弟把自己的靴子当人一样敬重 每天跪拜 不禁泪流满面 终于决定回宫 最后婆罗陀决定 哥哥是弟章子 继承父亲的事业是理所当然的 国王兄弟敦厚和睦的优良品德 感动了全国的黎民百姓 从此忠孝 团结 天让 成了福提国的一种风尚 学佛多一点 兄弟姐妹之间常有争宠或争吵的现象 做父母亲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是一个公平的角色 许多纠纷就是从父母亲的不公平开始的 因此父母亲一定要谨慎处理 免得孩子的不平之名 酿成未来社会上的大问题 佛教经级经过不断整理编转 汇集成一部全书 称为大藏经 它的内容主要由经律论三部分构成 因此称为三藏经 经指释迦摩尼指导弟子的理论 律是佛陀为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守折 顿是佛弟子为阐明经律理论的解释 今天是六灾日 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灾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淫 不妄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飞食食 也就是迟灾过午不食 阿弥陀佛 我爱你 不得这些图